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身成就奖透过表扬 希望让获奖者的事迹广布 鼓励更多艺术教育工作者 在专业领域上展现特殊贡献 培育更优秀的下一代 作为教学楷模标杆为荣 第一届终身成就奖得奖者 王秀雄 刘凤学 终身教育的话 留下一点痕迹回去 才是一个值得人生有一种贡献 我一生的志愿 我非常愿意看到天马 年轻的天马在天空飞翔 第二届终身成就奖得奖者 李彩娥 李淑德 施翠峰 我还要努力 有生命 我要跳到在舞台岛下去 我只能音乐应该要配合快乐才可以 然后从那些东西他们会得到很多人生的意识 第三届终身成就奖得奖者 李奇茂 郭真祥 廖修平 刘富美 这块图在我手上 我画的都是它共同开发 我们中华文化的艺术 开发我们台湾的艺术 它打开了台湾艺术教育的视野 在台湾然后就也可以跟国际接轨 我在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各地都有示范这些现代绑画 把台湾的绑画提升 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有机会 参加一些外国的国际绑画展 它把一个台湾女生对自己土地的爱 我觉得它发挥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第四届终身成就奖得奖者 曾文忠 樊香斌 忠任毕 我在发表的时候很多写中话来看 我就发当地故乡的疯狂 一边发一边有他们教育 写中也很显虚 我自己的一个认识 它不只是技术的 它是一个情操的教育 学校的社团 学生 老师 校长都欢迎到 所以要有这个福利 还要出国和世界的光影 第五届终身成就奖得奖者 是应该从幼小开始给它培养 我们小朋友从小给它美感的陶冶 那么让它将来都方面的能力的发展 它不是纯粹视觉的你 它更重要是心灵如何透过艺术的手法 有一个创意性的方式 想象力来自哪里呢 就是艺术教育 第七届终身成就奖得奖者 吴静吉 陈汉强 教育工作者 他即使就做败国人 比如说一个很好的知识 或者是技能 不要传递给另外一半边的人 因为美术教育给它的一个 种种的启发 让它在思想上面 有更自由的一个构想 美术教育这一块的发展的未来 陈校长在这一方面着力很大 第八届终身成就奖得奖者 梁秀忠 廖年妇 往下扎根 我们在往下播种 然后希望这种小寿苗慢慢长大 我不是因为要伟大 才做这些事情 而是音乐的伟大 让我坚持下来 第九届终身成就奖得奖者 王瞳 陈正宏 黄才狼 我怎么拍是技术 为什么要拍是思想 所以思想加上技术才能好多作品 这个上帝不晓得还要给我多少时间 但是我会竭尽所能 一直做下去 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好的国际展 所以开始创办当年所缺的国际版画双连展 可以在一夕之间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个国际版画展 回顾过去十年 我们见证了许多优秀艺术家和教育者 如何实践他们的理念 相信未来台湾艺术教育工作者 将继续成为 启发创意 塑造艺术文化的重要力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